在1990年的深秋 幽子坐在屋外的长椅 看着戏少的孩子们 这是一天中幽子最享受的时刻 因为此时的她不需要老神与人沟通 是的 她不需要与人沟通 准确地说幽子是一名聋哑女孩 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这使幽子更加封闭自己 除了每日固定的工作 夜深人进食 幽子喜欢窝在房间里看漫画 而她最喜欢的漫画家曾志 是一名小众漫画家 知道她的人不多 而幽子就是其中一位 曾志这天带来了自己的手稿 来到出版社 对于她这种知名度不高的作家 只要读者反应不好 作品被撤换是常有的事情 看着出版社老总翻看自己作品的神情 曾志小心翼翼里说出自己的心愿 能不能让我再连载五集 啊不是三集就好 我就可以让剧情有个完美的结局 看着曾志忐忑不安的表情 老总哈哈大笑 曾志不知道这笑容背后代表了意义 老总恭喜他 因为片商看上他的漫画 决定改编成电影 但必须有个附带条件 那就是故事的结局 必须按照片商的要求 女主角必须死掉 老总慷慨激昂地说着 就是要让读者哭好哭满啊 曾志只是默然看着前方 并没有说什么 虽然得到了所有漫画家 梦寐已求的机会 但曾志并不开心 他的助理不可置信地看着曾志 真的要把街区改成这样吗 曾志安慰他 就这一次吧 照着出版社的要求更改结局 但成名了之后 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了 为了在节稿日之前完成作品 曾志没日没夜的工作者 虽然已经精疲力尽 他还是告诉自己 再撑一下 画完了就可以睡了 这时突然脑中传来一阵刺耳低鸣 看着无法控制的手 曾志晕了过去 医生告诉他眼睛可能失明的消息 曾志的反应很平淡 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眼睛再也无法看见 人生有很多的变故 是直到发生了 我们才能慢慢体会 当他摸索着进到浴室 曾志才真正地意识到他瞎了 他痛哭着 眼泪与自来水混合着流了下来 许久未更新页面与消息 让幽子焦躁不安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一遍遍地刷新曾志的粉丝页面 希望能看到新的消息 这时他看到曾志之前分享自家附近的照片 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用手机翻拍了照片 寻着照片中的线索 找到了曾志的住处 打开房门拉他的曾志喊着是谁 无法说话的幽子只能拿着手写板沟通 但曾志怎能看到 幽子只感觉自己被曾志忽视了 他难过地走了 而曾志觉得被来安门铃的人戏耍了 他愤怒里发泄着情绪 仿佛这些家具也一同在戏耍着他 曾志觉得只有众生从楼上一跃 才能从这个玩笑中解脱 然而上天似乎还在玩弄他 曾志连要爬过阳台栏杆都异常地吃力 在人群中的幽子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循着在脑中出现的念头望去 看到了那挣扎的灵魂 幽子拼了命力跑回曾志的家 而他能做的就是死命地抱住曾志 也是在此时 幽子才发现 曾志的眼睛看不见了 之后幽子每天都会来到曾志的家 帮他洗衣 买菜 擦地 刮胡子 两个受伤的灵魂 渐渐地靠在了一起 在幽子的陪伴下 曾志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他重新学习如何打字 怎么使用盲人杖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他们会在家中拥抱 他们会在阳台拥抱 他们会在门口拥抱 他们会在马路上拥抱 他们会在停车场拥抱 他们随处拥抱 他们拥抱到我都觉得尴尬的地步 而为了给真志治疗眼睛 幽子找到了一份在商场的工作 但微薄的薪资与高额的治疗费用 实在不成比例 幽子就算一天工作24小时 这辈子可能都无法负担 就在此时 荀子出现在他的眼前 荀子邀请幽子来到他开设的咖啡店 他热情的招呼与幽子聊天 但幽子的视线 却停留在后方钢琴的演奏者身上 虽然幽子听不见声音 但他有个愿望 他希望能弹奏一首歌给真志听 为了学习钢琴 幽子一有空就来到咖啡店 这天 徐子突然向幽子提起模特比赛 只要获得冠军 就有一千万日元的奖金 并可以成为品牌代言人 如果能有别的方式赚钱 他实在不想要成为公众人物 但自己没有别的专长 似乎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幽子答应了 比赛的过程异常的容易 他顺利的拿到了冠军 然而事情不是幽子所想的那样 这位看起来唯唯诺诺 说话结结巴巴的公子 就是这个集团的负责人阿顿 其实幽子是因为他而内定的 阿顿小学时因为说话结巴 被同学排挤 只有幽子不嫌弃阿顿 愿意和他做朋友 阿顿从那时就立下了 去幽子为妻的心愿 显然的幽子对徐子的解释 并不领情 他感觉自己被设计了 朝夕的相处 让曾志有了与幽子结婚的念头 他想要买一纸钻戒送给幽子 但昂贵的价格让他却不 为此曾志妥协了 出版社的老总要他把剧情 改成女主得到癌症 还要女主出车后死掉 他说这样才够狗血 能赚人热泪 虽然这已经有为了一个作家 对自己作品的尊严 但曾志想到 他与幽子日后的生活 为了柴米油盐 他还是妥协了 他拿着钱把钻戒买了 但才走出商店不久 脑袋里的低鸣声又再次响起 随着眼前一片雾白 曾志晕了过去 再次从医院醒来 阿顿出现在他的眼前 为了调查自己的情敌 阿顿已经跟踪曾志一阵子了 也是这样 阿顿才能在第一时间 将曾志送往医院 医生带来了不一样的消息 原来曾志的失明 不是眼睛的问题 而是脑部肿瘤压迫到四神经而造成的失明 这样的手术如果不到美国进行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曾志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安静地听完这个消息 或许已经有太多的打击 或许是已经麻木了 曾志格外的平静 回到家的他 他只想用心体验幽子身上的温度 用心体验幽子做的饭菜 最后他用心地和幽子抱了声再见 曾志不见了 幽子失魂落魄地寻找他的爱人 他便寻家中每个角落 他想或许再找一次 曾志就会出现 没了曾志 屋子显得格外空荡 空气也仿佛凝结了 这时前来向幽子道歉的徐子 成为幽子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没等徐子说完 幽子就将他紧紧抱住 胸口的千言万语无法说出 但随着幽子流下的眼泪 迸发了出来 导致自己所剩时间不多的曾志 他现在只想要依照自己的意愿 完成漫画 他不想再扭曲自己的作品 让幽子难过 他想要将自己最后一部作品 送给幽子当作最后的礼物 阿顿爱着幽子 也是因为这份爱 他愿意帮助幽子寻找曾志 幽子的影像与弹奏钢琴的旋律 在各大媒体广告看板播放 他们希望曾志能听到幽子的声音 而在街上寻找曾志的幽子 突然意识到了些什么 他看着手机中曾志的那些手稿 那是他们曾以同依偎的长椅 幽子忘了跑去 果然曾志正在长椅上坐着 雪地上的素描本是幽子的画像 是曾志在失去意识前画的 这样凄美的死 莫许是曾志最后的遗愿吧 看不见听不见也爱你 是《山下之九》2023年最新的电影 描述一位漫画家与龙牙女孩的故事 是由韩国的网路漫画改编 韩国导演李宰汉所指导 虽然《山下之九》与西木幽子 皆为日本演员 但剧情的编排与对爱情的阐述 都是满满的韩国味 缺少日本电影对爱情含蓄的表达方式 过度的拥抱与刻意地描述 二人悲惨的故事 其实很难让观众有共情的感受 反而会让人在观看时很出戏 过度狗血的爱情故事 是很少出现在现实生活的 我想真正能感动人的爱情故事 总是让观看者 能够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有连结 有时是一个浅浅的微笑 有时是一个眼神 爱情无处不在 总是在生活中慢慢地延展开来 往往那些死去活来 惊心动魄的爱 都熄灭得特别快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